今天又是一條開箱片 我發現大家很喜歡看我即時拆東西的反應 所以我買了什麼新的都會留下來和大家一起拍片開箱 今天是Part 1 我在台灣的網站買了一些新衣服 因為買了四間 只有兩間寄到過來 所以今天先開這兩間 遲些再收到另外兩間 再拍了Part 2給大家看 這次開箱的兩間 其中一間是Puffy 之前也有買過 另一間是Mercy 22 這是我第一次買的 這兩盤加起來應該有八至十件衣服 我們現在拆了 拆了Puffy這一包 現在看上去很多不同的圖案 色彩斑斑斑 其實這陣子外出外應該沒有那麼大衣服買衣服 但我發現一打開衣櫃 這件衣服又拍過片 那件衣服又好像穿過幾次 好像真的沒有衣服拍片 所以促使我很想很想買衣服的衣服 我們先說一些基本款 同一款的衣服我買了兩隻顏色 一個焦糖色 一個白色 這件衣服的版型 看上去好像一個大V 然後中間的胸口是有點皺摺 其實穿出來是一字薄 它不是一個V的 因為如果我硬把它拆上去做V領 也可以的 不過這個位置就有少少崩緊 少少扎著的感覺 這裏的領口是有一些好像波浪型的紋 但穿上去它有少少掉進去 不知為何不是掉出來 而是掉進去裏面 所以這些波浪你要慢慢整理一下 才會出來的 長度方面它在陶瓷下面 所以如果穿這些高腰褲 我就會把它放進裏面 然後這個雖然是白色 但不算太透 因為我裏面的底衣特意穿了紅色 是鮮紅色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透的程度 焦糖色穿上身就是這個效果 我覺得健康膚色穿這種顏色 更加顯得你個人有少少黑 就要DEPEND大家介意 但如果你是白皮膚的人 穿這些反而會顯白 所以就自己拿捏 我覺得這兩種顏色 穿上身都不會黑 哪種膚色的人穿的 都很白搭的衣服 就算穿短牛仔褲也好 牛仔裙也好 或者長牛仔褲也好 都很漂亮 所以是超好配搭 很日常的衣服 然後到第三件 它也是一件一字薄的衣服 但它是一個袖分開的 你看到這裡有拱形 裡面有胸墊 就不用穿底衣服 大家不用經常很苦惱 究竟穿這些一字薄裡面 是穿什麼底衣服 它是一個碎花 全部都是這些巢巢彈性布 花花本身是這樣的樣子 我現在就換了它 有點緊張 因為這些碎花 就是師奶和少女一線之差 我也不知道穿出來是什麼效果 我已經穿上身了 這種一字薄 你會發現手的行動力是100%提升了 因為你不會怕拿起來之後 那個領口位連著會 即是斥起或者怎樣 它是非常自由方便的感覺 對 這一款其實我覺得 沒有剛才那款那麼修飾的身形 你也知道我現在比較有肉 所以穿上身的時候 我也覺得 是有點沒什麼安全感 可能會加上一件外套仔 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到第四件 就是一件很配合的 是一件娃娃妝的連身裙 它的袖是有一點公主袖 底是粗的 然後質地是雪紡的 超級喜歡這類型的配合 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我已經換好了 這件衣服的質地是超舒服 好像穿著睡衣一樣 我站在身上給大家看看吧 它是一個極度闊身的衣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小顆 所以好像有點撐不起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因為是娃娃妝的關係 所以什麼手臂、腰、肚腩、大腿 全部都遮到 而且它是V-lain 都會有一點顯瘦 顯得臉沒有那麼圓的效果 而且它的圖片是很適合拍照的 特別是適合去旅行和度假 但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去 對 Anyway 我自己也挺喜歡 挺有趣的 這個酒 是燈籠酒 我想到了 這個叫燈籠酒 不是泡泡酒 好 Pofi的最後一套就是這個袋裡 你看到這個是防水袋 其實裡面 雖然不看到質地是這一種 但其實是一套泳衣 這一套我就不穿上身了 它的底部是一些材色的釣珠珠 然後它的屁股是沒有任何箭的 它是純粹一個普通很薄的屁股 然後它的質地是一些針織 它沒有泳褲 它是配上一條針織短褲 裡面是有你的 不怕走光 但你沒有理由不穿上三角 所以三角褲就要穿上自己的 它就是這樣的短褲 然後再配上一個孔的罩衣 這些防曬衣 可能你會好奇為何我又買泳衣 我之前才開箱完Air Space 其實就是因為我如果抱著Chopper 在沙灘的話 它不斷拿一隻彈 如果我穿上三角色 就很容易被它彈到我走光 所以我就想買一些比較安全的 像背心型的泳衣 開完Pofi 我們就開了Mercy 22 這間我買了四件單品 看下去就沒有剛才這麼多圖案 比較上正式 比較多的 這間的衣服比較輕熟風 第一件就是一個袖通洞 然後這裡也是一些彈性布 讓我先拉一拉正它 它是可以做到方形的領 或者你拉下來做一字領 都可以的 這個袖是有少少鬆的 所以不怕你那個手臂位 那些尷尬肉 那些尷尬肉 露了出來 它是可以做到修飾的手臂的感覺 長短就比較短身 這件衣服 有時候穿高腰褲 你就不怕尷尬 塞衣服還是不塞衣服 它是有橡筋 很彈性 不怕那些鬆泡泡的感覺 而且不會擠出肉 它不是超級無敵的那種 然後是一件粉紅色 超大V領的衣服 也是應該短版 看樣子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看吧 我換好了 這件衣服跟剛才的風格不同 就變回很平時的我 沒有那麼輕熟風 它是中晚 我覺得有少少買大了 因為現在所有的位置都很鬆 這件衣服也是比較短身的 你會看到一樣都是在高腰的上面 所以也不怕那些摺不摺衣服的問題 它下面也很好地做了這些摺摺位 就避免了想不想摺衣服 你絕對可以放它出來 再之後一件衣服超級鮮 又是那些超夏天的衣服 我又是買了中馬 現在看上去好像很大件一樣 我少擔心 讓我先換了出來 穿上身後好像還好 不算特別大件 但如果我想把它變成一折薄的話 這裡就真的太過鬆了 我鬆了那麼多位置出來 但如果我拔上來的話就剛剛好 它是做了來到這裡 一樣都是在高腰褲的向上 我覺得今年很多這些衣服 然後配一條闊腳的長流仔褲 是超美的 我也是特地買了一條 不過還沒寄到來 在另一間店買 之後超好看 還有穿白色裙也很漂亮 還有這些毛的大方 看一塊臉好像超小塊 很開心 所以我很喜歡這件衣服 我覺得很漂亮 到最後一件 就是今天唯一一個下身 就是一條長裙 中間一邊扣扭 然後最底部有一點開叉 中間 然後這裡有一個摺位 做了小A效果 我現在換上身給大家看一下 但黃色和黃色會不會不配呢 穿上身的效果就是這樣 長度就去到我腳眼的位置 它不算是勁飄日 很輕飄飄那種 它是有重量的 所以就有那個垂墜感 在這裡 我買的是中馬 其實後面有橡筋 所以也有點鬆 但因為我很怕它會顯肚腩 我不敢買小馬 但是暫時沒有顯肚腩這個問題 應該看不看得到呢 今天這個夏天網購 這個開箱已經開了 這次買的兩間店 我覺得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店 因為Mersi 22是一個品牌 所以衣服是有自己的吊牌 所以它們比較連貫性、質地、質素 都有一個標準 而Pufi就有點像一間IG購物 他們是不同地方採購 然後放在同一個網站買的 所以是很不同的衣服 有不同的風格 然後它們的質量 或者那些東西是有少少參差的 我不是說它們差彈 是沒有那種正常的感覺 但Pufi這個網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它除了一個很瘦 很正常的Model 他們穿衣服的效果看到之外 他們是有一種肉的Model 所以不同身型的人 去那裏買衣服 都可以想像一下自己穿出來是怎樣 因為你們都知道 很多買衣服的Model 根本就瘦到它們全都是只有骨 他們穿白紙都會漂亮的人 但是當我們穿上身的話 是完全不是那個效果的 所以我覺得有不同風格的Model 他們穿上身 我覺得以消費者來說 是一個很好參考的價值 也是我自己為何會拍這些開箱試上身的影片 就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多肉 所以我覺得我穿上身是比較有血有肉的感覺 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自己穿出來是怎樣的樣子 不用只看著那些紙片人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參考的價值 所有的連結、運費、衣服 我穿什麼尺寸、多少錢都會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天是三天和星期日是十二天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